国宝一周台纽时事 轻轻松松聊时事 Hello Hi 大家好 不晓得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播出以后 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蛮丢脸的 就是我看了一下数字 我们只有几十个浏览量 因为我想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就是聊完了之后 我们其实私底下还交换了很多的意见 然后我们其实讨论到一个东西 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说 应该要拿出来跟大家聊 然后其实是希望整个社会 就是台湾社会 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去正视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少子化的问题 少子化这个现象 我就讲我 我是民国70年生的 就是1981年生的 在我那一年 我们的新生的出生人口是41万 41万大概5000人吧 接近 接近41万5000人 然后到了今年有可能跌破16万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当今的一些税制 还有我们的一些年金 还有一些我们的健保 这些它其实是base在人口基数上面 包括什么 劳保年金 健保的收入来源 它其实base在 有很大一部分的要求 就是base在人口基数 另外还有再来就是税收 我们的税收是以 因为我们是强调的是所得 所得税 所以他强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当我们的如果说 人口不断的那个 新生的不断的减少 那表示我们在可预期的未来 比如说15年后或者18年后 我们的就业市场就会 就业市场的人口人才 就会产生出滑坡式的那个锐减 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 不然是产业上的需求 税制上的需求 还是国家安全上的需求 人口这样的锐减 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我跟你讲这已经不是隐忧 这就是明白了的一个危机在那个地方 像纽西兰人口也不多 然后你看像瑞士瑞典这些 人口也不多 但是国民生活很好 那他因为他们重视人本的一个 人本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在很多的制度面上 我们可以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去想台湾可以怎么做 让台湾人民活得更幸福 在就算哪怕是人口少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去做 可以让台湾的 从台湾的政策面就先重视人本 再来就是回到 在带动社会面企业面 也来重视说 我们应该更重视 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体 而不是只是重视那个数量 讲到这边 就忍不住要再来 就是讲一下 关于就是整个社会体 就是社会体制 国家体制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听来听去呢 就比较偏向是人民的福祉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通常在 右派的路线的政府 或是国家 或是政党 这块东西是比较不会被考虑到的 对吧 因为右派是比较偏 就是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 然后优胜略胎 让你自己被淘汰 他不会 比较不去在乎民生这种东西的 那左派是相反 左派是比较重视民生 比较重视人的关怀 就是你 就是社会福利 环保这些东西 福利啊 对 那 是不是因为台湾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氛围太右边了 是 所以其实 我们 我们这样来讲 就是说 左派的政党的这个属性 这个东西 在社会的组成当中 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帮整个社会的 氛围 或者是方向 稍稍的 拉回来 一点点 不是那么的 极端的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其实它主要的作用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是的 应该这样讲 左派的思维 就是说 我讲的还是属于温和左派 就是说 左派比较温和左派的思维 它就是希望 国家在发展的同时 能够更重视每一个人的个体 毕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才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一个主体 我们追求的一些经济数字 我们追求的一些经济发展 其实这个都不应该是国家过分着重的 我们应该是要在 每一个国民 他在这个国家里面 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活得信不信 这才是我们要去重视的 可是说实话 就是一般人听到 就是所谓的左派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面的 就是反商 就是大家一听到左派 就觉得是反商 所以就是地心一意想拼经济 或者是说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这些人 会不会一听到左派就觉得很 就是在还不了解之前 光是这个政党的属性一丢出来 第一个就是觉得 哎呦不行不行 不要来找我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以后我们都不能做生意了 会刁难我们 然后会要加我们的税 然后会要我们怎样怎样什么的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存在 到底 最直接的反商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 之前人家讲 你左派就是走 就是你想要学中共 想要学那个共产党 那一套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对啊 就是想要想想想要往那个方向 但其实你我们会追根究底 就是说你今天你重视商业发展 你不管是呃做生意还好 或者是说做一些科技的科技的进步也好 你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在为谁做这个生意 你的商品是要卖谁 卖的还是人吗 你还是要卖给这个人吗 如果说你今天都不重视 呃你都不重视每一个个体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活得幸不幸福 你怎么去推动更多的商品出去 这其实是没有不冲突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就像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那样子的结果 最后导致的就是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在这个整个社会结构当中 永远受到保护得到利益的 就是上面的这些人而已 对 对 现在会被人家讲 他们会故意顾左右研查 或者说你这个就不重视商业 我没有不重视商业 我只是要打破阶级肤 我希望大家都过得好 能源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我觉得把能源政策拿来做工作 其实是蛮愚蠢 这表示我们的政府在 其实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你把这个专业的东西丢给人民来决定 其实说难听你就是你不负责任 你不想负这个责任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不管结果是什么 你就推一句 反正是你们决定的 跟我没关系 那我最后就是照 我就是照你们的决定来做 我该做什么或者怎么样 因为是你们决定的 跟我没关系 但是其实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有些东西它是专业的 它你不应该是这么草率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经常在看这种社会运动 或是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 就是很多东西你一旦丢给民众以后 它就变成是非理性的情绪思考 绝对 没错 对 绝对不是那一种 就是去看到底为什么 前因后果在哪里 没有了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 你看像现在下礼拜 这礼拜六就要公投了 所有现在到最后已经变成是口号 谁的口号喊得比较响 然后谁的口号比较耸动 谁的口号比较可以让人家有共鸣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去 但是已经没有人去讨论这些公投 为什么要有这些公投 它背后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要投同意 为什么我要投反对 那个究竟那个意义在哪里 就是我身为一个公民 我是一个人民 我在行使我的公民权的时候 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行使什么公民权 还是只是有人天天在我耳边跟我说 你就这样投就对了 对不对 对就是 你看这是弄到后来 你看民进党就四个权 国民党就四个权 你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没有意外 不需要意外 反正两个党就是对着干 一个党就四个杀 一个党就四个权 因为这个就是 讲到后来你真的知道公投在投什么 公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因为就西方国家来说 公投它是 就是说 它需要一个社会共识角的一个东西 它来做公投 那你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成是说 因为这个所谓的政策 它一定是政府推出来的 那你要对于政策这个东西去行使 你觉得你赞不赞同的权利的时候 相对来说 你就是在对这个政府行使你的 同意就是怎么讲 就是信任跟不信任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你其实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 我觉得比较负责任的态度是说 我今天之所以 为什么我要选择同意或是不同意 我为什么要去教训 所谓现在的执政党 为什么你要让人民知道 而不是你用所有的情绪 或者是口号去盖过那些东西 然后只要告诉人民说 你这样做就对了 问题是什么叫做 你这样做就对了 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 不晓得 因为你这样子一直教育下去 台湾的选民 跟台湾的公民素质 永远不会提升啊 不会 并不会 并不会提升 你就看嘛 你就光看 就是说现在公投炒成这样子 大家在动员成这样子 国民两党动员成这样子 可是你去看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公投的那个 辩论会啊 那个观看数 真的少得可怜 根本没有人在管那个东西啊 不管 不用去听你讲什么啊 那会听的就是 会听的就是会听啊 永远都是那些中间选民 或者理性选民 会去听 这些人 并不会去讨论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来看 我觉得我们台湾 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真的耶 真的 我也我也真的觉得这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 当你有一天可以 可以做到 不管今天是什么党 都骗不了你的时候 就是你 就是你成功的时候 真的就是 这个时候才是真的 所谓的人民做主的时候 真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啦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说 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那个 那个观念有点像是 人民在借由这样子的行动 来表达对于这个政府的认可 或是不认可 但是 你身为执政的政府啊 你怎么可以公然的去告诉民众说 你就是要头部同意 就是这个 这个逻辑是我觉得我很难想象 很难接受的 就是 你 你身为被检验的那一方的人 然后你竟然叫人民 站在你这边去 就是 就是 我 我不知道 那个什么苏贞 苏贞他就很搞笑啊 他之前就在讲 他就讲说 呃 我们政府是公投的 当然的反方 所以我们 我 所以我去 我去做这些宣讲什么的 我可以报公费 我可以报 可是你去宣讲的对象 都是民进党的场合 你还报公费 嗯 那上面都抖大 就是你的民进党党旗啊 什么的 你今天又不是说我公他 我什么 我就是在公办的一个场地 你现在只差那个场地 办的那个场地 不是用 不是用政府钱在付而已 好不好 你是不敢用而已 你要是 你要用了 可能就没打赞 可是你个人去 去跑这样的行程的费用 搭飞机啊 为什么 你这样都是报公 这个 这个就 他说 政府是公投 当然的反方 当下 讲的当下的时候 我就 我就很想反问他一句话 那台独公投呢 你是不是反方 你们民进党如果假设 你们民进党真的有种一点 你们就办 台独公投 我公投 要不要台湾 要不要独立 你就丢这个议题 没有啦 那这个时候你会站在反方吗 人家在修公 公投法的时候 就自己写上去了 统独议题 不能公投 哎呀 真的才是 其实我觉得看了 我觉得 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很多东西 我看了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这个同时 我又会觉得说 为什么台湾的民众 可以接受 就是我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们为什么 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呢 就是 很怪耶 我不懂耶 真的 为什么可以接受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我今天要对你行使不信任 那你是政府 那你所应该做的事情是 你尽量的去上节目 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然后去减低我对你的疑虑 然后让我自己去思考说 哦 那是不是我误会你了 那这张票 我是不是不要投好了 因为你有你的难处 但是你今天不是这么做 你是就直接告诉我 而且现在演变到最后 你竟然告诉我说 我去投了同意 就等于我赞成中国来侵犯台湾 这个到底是 这到底又是什么逻辑 就觉得 怎么 明明是台湾自己的公投 又变成什么统一 什么 我就觉得 有完没完 反正他们觉得 轻松卖台这一招很好用 反正什么东西 只要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轻松卖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他们已经没招了 我跟你讲 民建党真的是 做到已经没招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一件很扯的事情 那好了 那聊到 聊到最后 我问你 你怎么 你怎么看 你拜六的公投 你觉得 四个领域 过跟不过的可能性 我觉得萊猪一定会过 就是反萊猪这件事情 一定会过 就是反对萊猪进口 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食安问题 大家都 大家都会有恐惧 然后说什么 食品安全这个东西 可以 可以说什么 跟经济扯上关系 不然你就把莱克多巴胺 在台湾开放了 所以我觉得 萊猪这一题应该会过 那现在是藻礁这一题 我不是那么 我不是那么 那么有信心 藻礁这一题 可能就 可能挡不下来 藻礁这一题挡不下来 你盖上去了 这边藻礁没人 他就是 你就少了这一块东西 所以其实这一题 真的就是要看台湾多少公民 可以就是感同身受 对环保一体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然后也要看国民党动员的 你想不想 我最近很好笑一点 就是我一直都在 保护藻礁这个观点 然后我父亲呢 其实不太看我的Facebook 也不太看我的一些 什么社群媒体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从line上面传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什么教授 去拍的藻礁的宣传 然后他就丢了一句说 我们要保护藻礁 我心里想 你儿子我已经跑了大半年了 当初公投联署的时候 我也当初年初在做公投联署的时候 我都我都亲自在那边号召联署的人了 那你现在来跟我讲 知道到公投前一个礼拜 你跟我讲说 我们要珍爱藻礁 What 你这么不关心我的Facebook 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吗 不过还好啦 不过还好 至少他跟你同一阵线 对对对 我还送他口罩 你知道吗 我还有送他口罩 那个我们那个 那个藻礁呢 珍爱藻礁的口罩 你知道吗 我心里想 你都有带带 你总会不知道 我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还来说服 你还传着这个来说服我 我觉得 我父亲也是蛮可爱的 那然后呢 核电呢 核电你觉得怎么样 核电我觉得应该 应该会过吧 就是从核四这一案 应该会过 因为国民党推的蛮大力 莱猪早交 核四还有什么 还有公投绑大选 所以公投绑大选 是一个题目 对 公投绑大选是一个题目 可是这个为什么要公投啊 就是之前我们都定调 是在公投跟大选 一起合并做嘛 那有人就提说 这个公投跟大选 合并在一起做 会影响投票时间啊 我投会影响那个什么 就是造成上一次像上次这样子 边投票 边投票 边开票的事情 哦 但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题目 我跟你讲了 我们平行而论 这个题目真的是 真的是超级扯的 你要是学美国 学美国通讯投票 或者电子投票 哪需要排队啊 对啊 那明明就是你 那明明就是你政府 为什么还不能不在即投票啊 你看像我我如果要投一张票 我要先花机票飞回去台湾 然后我还要 我还要住隔离旅馆14天 然后还要花自己的钱 那就为了投那一张票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呢 对啊 超白痴的 你没有让民主 你每次都在讲说神圣的一票 可是你这神圣的一票 并没有让人觉得说 我们关注民主的成本有比较低 没有 对啊 反正我们我们我们在支撑 这个就证明了 就是说你看这个这这两大党 他们其实还有我们的政府部门 我们在对民众行使民主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并没有想要让民人民去降低那个成本 之前这个什么霸函啊 或者是什么 还有包车回去投票 神经病人不在即投票难过 如果不在即投票能过的话 这些成本都省下来 对 其实说白一点 就是说像这种投票这种 就是跟投票有关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两党各自都有一个算盘在拨啦 就是在想说如果我开放不在即投票的话 到底对我有利还是不利 没错 没错 如果真正的一个左派政党 台湾为什么我就说没有左派政党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为选民造想 你做很多政策公民政策 你不是为你不是从选民的角度去触发 你构成是什么为人民为人民 美国政府 你看啊一天美国两大党最喜欢说为了人民啊 可是你说他真的他真的在在一些税制 在一些福利政策上面他就还是很右派就很重商主义 所以台湾我也会希望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左派的思维上面 我们可以多一些论述 然后甚至有一个政党他愿意跳出来 就是在这方面去努力的去推动 不在即投票是一个电子投票是一个 电子计票这个方式是一个 然后我们这礼拜大概还有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 尼加拉娃跟我们台湾断交 哦对对对对对台湾有这个新闻 对对对第八个第八个我记得第八个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剩14个邦交国 蛮厉害的 我们有拿14个邦交国 不知道耶 你说断交这个是吗 我觉得蛮厉害 就是说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拿以前跟现在来比 以前只要发生一点点怎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那个就是那个负责的那个人 早就已经走了下台了对不对 对下台了对但是我们现在第八个了 那个负责的人还好好的坐在那边 然后也就是他也不用负这个责任 然后总统府也两手一摊 对然后总统府还帮他背书哦 说这个不是下不下台的问题 反正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很厉害一点 就是这样他就是呃反正做不好 那都是大环境都是阿贡的错 都是国际局势 都不是我们的非战之罪 就是我们的问题 听一下那要你外交要你政府干嘛 那我来做我我我我去做那个位置 也是这个结果哪有什么差别 你那选你上来有比较好吗 没有比较好 哎不知道真的是 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那时候中韩断交 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外就是我们的领馆 然后降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时候 我真的在电视机前面我还哭而已 对啊热泪盈眶啊觉得我们国家的风雨飘摇啊 真的是超难过的 真的对啊 超难过 现在我想应该大概都没有这种情怀了吧 真的是 就断就已经断交当做那个什么 断交已经断成那个 断成那个跟吃饭吃饭呼吸一样了 就反正不断才奇怪 而且你看那些网友在底下的反应都特别的 大家都说啊断断就断啊 反正都是伸手要钱的而已啊 然后怎样怎样 我就觉得你看就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 现在台湾很多人啊已经习惯把这种国际政治事物当做是 网路论坛的嘴炮在那边讲 就是觉得好像都没什么 但是其实外交断交这件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 它很有什么 它不是没有什么 很严重 对啊 不是没有什么 大家我觉得台湾就是 我曾经 我昨天才跟一个那个选民 就是一个选民在聊天 他就是讲到说 台湾新闻根本就没有国际新闻 台湾的国际新闻好少 台湾人不重视国际新闻 就是我们台湾没什么国际新闻 他会觉得台湾的人都活得好 就是很很封闭啊 台湾越活越 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封闭 好吧 今天我看一下我们聊多久了 哇今天聊很久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就紧接着我们看 礼拜六的公投的结果怎么样 然后我们下礼拜就可以来聊一聊 公投之后的台湾会变得怎么样子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 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加油了 你还有剩几天要冲公投 加油加油加油 好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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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聊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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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w festival